開台啦 開台啦 九字半又要看Dart哥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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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聽到嗎 沒問題 有看新廣告 新電視廣告 最近在吃飯時間也有看到 幫幸福紙和素賣廣告 早前就跟他說 做我三三四日夜 每天早上 八點多就到 拍到八九點 最後一天還要是生死時速趕回開台 剛剛好 飯也不知道有沒有吃過兩口 在那裡不是一般地方拍的 你知道嗎 現在出了街什麼都可以說的 那時候在新界不知哪裏 勁入那些 早上至今 晚上那樣早上 大概就已經很累了 其實已經很不可能 我怪不多坐地鐵去重新到 planner 等便進行 去重新的程度 只可以六點再穿起來 就可以去ronor Dok 那我起身已經只可以單量幾點 每天哪 Acc修特馬上 Ravenman 即是好開心 你知道我在網上習慣用的西裝 如果你們看得到我猜它 怎樣夾這隻好熱 使喇 我那次是唯一一次我真的會覺得熱 平時我是很少的 你知道嗎? 平時我從來沒試過說 你們不是說什麼大天使還穿那麼多 我自問是一些完全不怕熱的人 超級厲害 幾百度都沒事 一穿那件就不一了 那件真的熱得抽筋 在場其他演員 其他演員 你看見那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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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日本人 他熱得瘋 他一 一不埋位 立刻脫拉鍊 他就立刻脫了 我有時就怕 我很怕 我的音響 我在片場很暗 我怕他們很急 我很少脫 拉低一點拉鍊 就不會脫掉 那個 阿叔立刻熱得瘋 整頭大汗 你看見他大汗得瘋 他就問我 很熱 他日本人 很熱 我都覺得很熱 但沒辦法 他說 你不像很熱 他說 不見你大汗搭西汗 我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汗 然後 這衣服通常都是穿幾天 我們在對比哪個人最乾淨的衣服 答案就是我 我的衣服最乾淨 因為我最少流汗 我很好保養衣服 我做我沒有四處哀 累 極有演員專業精神 我從來沒有試過 做髒的衣服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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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保養 鞋子也是極乾淨 你看見 雪白 沒有一些污漬 你看見 那個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片場 你就知道 那些小朋友通常很活躍 走來走去 那時候也看到 神經病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他好像更厲害 那一刻 我覺得他完全靈怕熱 他走來走去 早上八點多已經極有精神 鬼打也沒那麼精神 跑跑跑跑跑 整場人都在 有時要叫他埋位 有時要捉他 也捉不住 跑跑跑 然後就踢球 他騙我 然後就踢球 然後我說 我球技好 我就肯定不會碰到自己的褲子 我就說 不要踢球 那個小朋友會說廣東話 雖然他鬼鬼的樣子 但是他會說廣東話 我說不要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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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做髒的衣服被人罵 我說踢球不是問題 玩OK 一起玩 我說不要弄髒的衣服 我說每次都會黏下來 他就算扔到我 我頭也會馬上 拿腳黏下來 沒事 但他就不是 他就沒有我球技那麼好 他就整個人去打球 然後就弄髒了 然後又要去洗臉 等等 好 小心 還有機會 可惜 差一點 漂亮 還有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也是日本人 他是沖繩的 你知道嗎 是沖繩混血兒 混美國 然後我跟他說 我說你跟GibiB是同鄉 我說你有沒有跟GibiB合作過 然後我說沒有 然後他就說 Gaki Gaki很美女 我說是呀 我說多謝讚你 我說 內子 多謝你 我稱讚 我說有機會合作一下 你們都住沖繩 一起喝茶 下次 下次跟他回去日本 跟你聊 他說好啊好啊 沒所謂 他說這樣 也挺好人的 日本的沖繩人 通常是樂天天真 沒有什麼架子 都很活潑 那些 就是跟他說說日文 他說很厲害 他說我日文是很厲害 我什麼上手 我日文 聊天 因為片場 有幾天 大家都是穿熱衣 通常一圓就沖上冷風機 一起在那裡狂吹 嘩 還不吹啊 神經病啊 黑哨路爆 然後一起在那裡 在那裡 一起在聊天 一起在說 什麼 喜歡什麼 在香港 什麼好玩 然後他就說 喜歡吃什麼 點心 喜歡吃什麼 小籠包 他就好像這樣說 他懂 一點 廣東話 很少 後來我又教他廣東話 我又教他 什麼 牧村臉 讀 很多 教他廣東話 然後他就笑 好 來吧 他也有趣 你看到他說話 談吐日本人 很有禮貌 他說話 永遠都是小小聲 很少可笑 又不會笑 就算說什麼好笑話 他也不會大聲笑 哈哈哈哈 哈哈 不會這樣 嘻嘻嘻 就好像 人中之道 嘻嘻嘻 但沒有那個 那麼壞 就好聽很多 即是類似 嘻嘻嘻 不會說 不會說 很大力地 抗消 嘩 這樣也拿不到 啊 好 來吧 那 就是這樣 他經理人 有時跟他經理人 我那時候就跟他說 他就說 他說 他做日本經理人 但他對女生 又不是太有興趣 即是有些人會覺得 嘻嘻 你做經理人你就好 經常對著女模特兒 開心死了 他說其實沒什麼所 他說什麼 我假日 那些什麼寧願 他說他喜歡看播 他說為什麼他會做經理人 他當時就說什麼 因為他看到 中田英秀 經常跟女模特兒去街 他說 如果我做女模特兒經理人 那我一定有機會看到中田英秀 他說 然後他就走去做經理人 他說我對那些女生 又不是很有興趣 我對得多 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 我說我也是 我說我也是 不會為女色所動 然後他說我真的適合 然後大家在說這些 很投契 然後他在說 他說香港女生和日本女生的分別 大家都在說 大家在說過來人 大家都接觸過兩邊的女性 然後他就這樣說 但是 這個日本男生最後是選了一個香港的女朋友 他就說 他說幾好啊 香港女朋友 雖然他說什麼 每日 他之前就說什麼 我每日的工作 在日本工作 就是鞠躬和道歉 他說什麼 辛苦你了 那些什麼 對不起 すいませ 要不就是 おつかれさま 就說什麼 辛苦你了 然後他說現在 有了香港的女朋友 他就說什麼 一樣的 他就說什麼 回到家 就跟女朋友 不斷點頭說 Sorry Sorry Good man 阿世 但是他說 OK的 他說都開心 為什麼呢 他說什麼 香港的女生 有碗畫碗 有碟畫碟 他說日本的女生 就太過 鬱了 通常不是怎麼說那些 自己心事 不開心又不說 沒有所謂 但是屈下屈下 又會爆炸 他說香港女生 這樣也不錯 有什麼就馬上說 他說這樣 鞠躬就沒事 他說不錯 反正他平時 只是鞠躬 OK啦 他就這樣說 他說日本 日本女生 好處就是什麼 YASASI 他也是這樣說 YASASI 很棒 他說什麼 他在外國留學 他經常跟香港人一起住 一群香港人 就叫他介紹 屈他介紹日本女生 哈哈 然後就 介紹給別人認識 那些 然後就 然後 他說每個人都說 很棒 日本女生 他說很受歡迎 通常日本 女性在海外 通常有什麼 做東西的顏色 又厲害 點點點點 就是這樣 有人說他是婆婆 他 他 聰明仔 我看他的樣子 我覺得他是一個聰明仔 即是他覺得這樣 鞠躬一下鞠躬沒事 他不是婆婆 應該 如果他真的 婆婆那麼怕 他為什麼不選日本女生 他就是覺得這樣 有優勝之處 對吧 叔叔 今天我刪錯了 那隻HARDIS 現在十幾年的記憶 都沒有了 真的痛苦到想死 有得救回來 你刪錯了 除非你按 那些超強的格式化 如果不是有得救回來 咦 你問一下 那些電腦高手 不需要有什麼 那些 就是有什麼 恢復軟件 招你十幾天 然後就可以撿 撿到這些資料 撿到多少 撿到多少 撿到的 蛤 蛤 蛤 因為婆婆和老婆婆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就是簡稱 老婆婆 然後你簡稱就是 什麼婆婆 對 對 就是這樣 拍那個廣告 也很辛苦 我那時候見到 那隻熊貓 我也見到 那個熊貓 就是 要做動作 那些 我見到那個人 穿的衣服 那個演員 我見到那個鏡 我如果是穿的 幾分鐘內 馬上中暑暈 就算我 那麼久 也受不了 神經病 我拍這些 這次對白都可以 我也是半踢 搞定 更加沒有難度 要時間等位 那些 很輕鬆 搞定 好 來吧 這球一定要進 進了才有機會追回 進啊 漂亮 輕輕鬆鬆 追回球 有沒有介紹 Giibi給她認識 當然 不用介紹 她也知道 她也在說 Gaki 我問她最喜歡 哪個日本女明星 她就說她喜歡 長澤正美 她就這麼說 為什麼 她就說 Kawaii Sexy 她就這麼說 她那時候 她說 不知道為什麼 人們經常說 什麼日本人 好色 但她跟很多 中國人 香港人 談生意 她就覺得 香港人和中國人 都一樣 那麼色色 她就沒有說 更色色 她說大家都很色色 她說 有時候談生意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樣說 只說日本人 她說明明 基本一樣 她說 帶她去 什麼飲食 她說 她說明明自己 都不斷在那裡 看人 看女性 她說 她就在那裡 說 有時候還在喉琴 她就立刻 問人 拿電話 那些 她說 日本人都不是 那麼大膽 她說明明一樣 那麼色色 為什麼會這樣說 嘩 一點點 我說不是 我說我跟你們例外 所以就會覺得 這些事情很奇怪 我們不色色的人 正氣的人 就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會做這回事 我都解答不了 她就這樣說 好 來吧 她有說 帶客人去 什麼 什麼 那些 公關 好像 Sunshine 她就說 看到那些 香港人 中國人 她就馬上很開心 未非色母 這樣 就是 有意圖去找錢包 都是有這些 她說 我不明白 她說為什麼只說 我們色色 其實她一樣 她就這樣說 她說 Sing Sing Onaji 她就這樣說 Onaji就是一樣 好 來吧 撩下去 差一點點 就這樣吧 所以就知道是很多棒 在拍攝的時候 都是... 都... 都...都... 都...都...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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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意的 在那裡玩 不知道因為為什麼在片場有一個足球 可能就知道我悶了 他就知道是,讓波達叔玩,拍得這麼快,沒有工作 那時候問他有沒有機打,後來他整部遊戲機來玩一下 他就說很悶,當然好啊,當然就立刻做到服侍周到 好,來看,最後龐白是否我配,當然是我配 我做主角,當然是我配,當然的,這些不用問,一定是職業級數的,龐白 他說什麼配音的時候,很多時候配音都是半停的 我先試一個,可以了,又拍完時間,輕輕鬆鬆的 他說要什麼語氣,一開始這樣說,我馬上要什麼語氣 他說要多久,幾秒內要說完 然後我馬上說好,來試一個,我先練習,播一段影片來看看 我看一次,我通常都會說,我練習就很認真 他說不用了,我說為什麼,我開始吧 我說為什麼不開始,他說剛剛那一下不錯,收貨了 導演說收貨,所有人都滿意過 下一個,就是這樣,一邊這樣,一邊這樣 即是配幾秒,搞定了 人家可能要預訂那些幾個鐘頭錄音室 即是節省了很多錢,多少百億都節省了 我說不用了,下次預訂我 如果你是找我配音的,我就說預訂錄音室就預訂五分鐘 五分鐘差不多了,萬一失手一兩次NG 差不多了,那些廣告就是三十秒,四十秒 我說有多難,我說這些差不多,預算一點走盞 預算一點就搞定了,可惜了 喂,答吧,英雄主義 導演說,Cut,你搞什麼,沒有,還沒試過 Cut,Good day 他說,其實根本不會叫Cut 對一下Cut 他說,我不用拍了 我說,我什麼事啊? 我說,我什麼不用拍 我說,發什麼神經啊? 為什麼不拍? 我說,我搞定吧 我說,Cut很好啊 我說,不用了 他說,Cut已經很好 不需要再節省時間 他說,大家可以早點下班更好 多點精神 好 這場球,激烈,3比3 有機會 還有啊 還有啊 試試 再拿回球 想吸引 敵烈 想爆進去 爆到啊 嘩,這場線進去,好 對面很划算 照他推走 那場球 這場怎樣 全部都上來了 試試控過來 可惜 拿飯盒 每個人都要吃飯盒 在吉山卡拉這麼遠 每個人都要吃飯盒 沒有其他食物 那裡 荒山野嶺 沒有啊 你想出去吃什麼都沒有 那裡只是喝水 我一天在那裡喝不知多少瓶 那些瓶裝水 流失了很多汗 神經病 然後 又要飲保抗力 才能有足夠的體力做到 你知道嗎 好 我一定是無法進去 你看我這麼厲害 不用開頭 大哥 拍廣告的 有時候要做燈光 那些不是 只是演員 演員快不行 沒有用的 那你要做其他燈光 各樣道具 很多東西要的 機器 設定了 設定了 場 卡拉 都沒有了 時間 設定了 頭 等等等等 逐個逐個來 多厲害 梁朝偉 拍電影 電影 五天 搞定 不行 2046 也要拍幾年 那你會不會 梁朝偉 你演戲很糟 偉仔 你演戲這麼糟 是不是你NG很多次 搞到要這樣 搞到王家衛幾年 什麼業務 那套 什麼 功夫 那套叫什麼 一代宗師 10年 大哥 偉仔 是不是你有問題 你做主角搞不定 耍不到功夫 不是 有很多東西 機器 拍攝現場有很多問題 不是 不關 梁朝偉 好 出來 撐下去 很漂亮 這樣也不進 有沒有搞錯 沒有天理 真是瘋 好 來了 有機會 再斬下去 可惜 沒辦法 我錄音的時候 沒有人走來走去 沒有 哈哈 有地毯而已 老四 老四 有地毯 老四 有地毯而已 有地毯而已 走來走去都沒有問題 沒事的 沒事的 好 好 說一下新聞 今天 話說防委會 一年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天水圍有幾個屋苑 有短樁 什麼為短樁 總之就是地基問題 這些很複雜 說多錯多 總之就是 那個樓會有少少下陷 地基不穩固 就是用一些粒料 還是有什麼問題 總之就是那個樓 就是地基 本身可能要很長 就是插一些鋼筋下去 那條鋼筋 就短一點 偷工減料 你不肯定 不知道 我已經不記得原因 總之這幾個屋苑 是有短樁的問題 發生什麼事 由於短樁 一開始發現了這件事 當然是沒有人住 不住很合理 住著 臨死人 政府也要驗一下 住不住得過 會不會臨 有沒有生命危險 結構性問題 如果有問題 立即整棟拆軌 那就丟空兩年 這個期間 瘋了 那些什麼業主 就不知道要給管理費 你知道嗎 你沒有住那棟樓 但是業主要照給管理費 天仲苑 要照給管理費 那時候是99年 不知道一個月交多少錢 我不肯定 最近有一個業主 代表整個屋的人 追討 向房委會 這棟樓 不知道居屋還是公屋 就好像那些 所謂是房委會管 他就說要向房委會追討 總共7千多萬 因為全部大廈 就是屋苑的業主 這幾年 交了那些 百家的管理費 他就說 有什麼可能 當時要自己給 就是說 根本沒有住過 而且屋苑莊有問題 就是建屋那邊有問題 還要我們自己 揹揹什麼 有什麼可能 那告 第一次是告入 法官說 成立 你一定 在房委會 要賠足7千多萬 最近 就是房委會 上訴 拉皮 上訴什麼呢 他說 要扣回 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香港的法例 過了十幾年 最多可以追討 十二年前的事情 就是說 好像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殺人以外 總之 如果你是那些 錢銀的東西 錢銀的東西 你那些就算 那些十二年以外 就是說 我欠黃狗錢 我十三年前欠 欠他一千元 我可以用這個條例沒有 因為你欠了十三年 已經完全不用還 如果你欠債 欠別人債 你拖債 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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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 就不知道 十三年 你就可以 不用付 你就可以賴皮 走債 完全不還 那房委會 說 這七千多萬 有二千萬 好像是十二年以外 即是十三十四十五年 他說這些數要cancel 不還 那法官判了 對 根據法例的確要這樣判 現在房委會好像少給了2900萬 上訴得值 本身要賠七千多萬 現在就賠五千多萬 那些人就馬上罵到非天 怎麼搞錯 沒有天理 當時水 即是他做這些壞事 困人的好心 現在就給予人 為何還可以這麼無良呢 這樣 有一次證明他這件事 就是法律 根本這些又不是 我們這些小市民玩 為何他們一開始收管理費 不會馬上出聲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可能被人騙 或者別人跟他說 一定要給的 沒有的話 那房子不給你 什麼收回 什麼告你 諸如此類 那肯定要爬底 小市民 即是大家不知道 主婦、阿叔 誰知道這麼多 那就照樣給 是吧 就是這樣 那些業主肯定收少了錢 即是當年白交 那些錢是他正代 其實嚴格來說 他也是軍 即是坦白說 他也是照樣 這樣掠了你二千多萬 就是在他的肥豬肉 在他的口裡吃了 沒有仇報 而且你又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方法 他沒有說我用其他方法 賠給你 沒有的 即是他沒有說什麼 我們減免兩年管理費 即是無數 好嗎 沒有這些 他說理你都傻 現在法官判了一件 贏 錢以待 你得你 就是這樣 那些人 現在的法官 很白癡 他說什麼法官是對的 即是上訴官有個判詞 我看新聞 就說什麼 他還說第一次法官判 7千多萬賠足 是有問題 他說什麼 是一個不對 有漏洞 即是他 這次 引用這個條例 他當時就疏忽 他說什麼法官沒有留意 有機會 引用這個追討條例 因為他第一任的法官 就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我就聰明了 我就知道 所以這次上訴得正 過了這個時間 那些款項就不用給了 這樣 這些又不懂事 我也免得說 我一人說兩人說 我藐視法庭告 就是這樣 所以法律這些東西 是很難說的 所以為什麼 你看到什麼 細筆低頭 有時候 你看得這麼火 如果你有時 有牽涉到官司 我相信都一定是這樣 打官司 這些事情 很複雜 沒有市民 一本不能玩 然後 那個蛇精男 又有些帖子 他現在 現在不知道什麼事 扮女人 扮上癮 日日 每天都貼女裝的帖子 那 女裝的帖子 我想我不說 但他的文章 也很好笑 也有意思 他最近 就串 范冰冰 他說 范冰冰 和我根本 兩個level 看看新高 范冰冰 是1.68米 然後 蛇精男 是1.86米 你知道嗎 反過來 蛇精男 這麼高 1.86米 即近乎1.9米 然後 他就說 什麼 范冰